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一定要闭嘴 我们常说以礼服人 无论做人做事都逃不过一个礼子 但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道理 道理也不是三两句就能说清的 庄子说 下重不可与兵 很多时候,讲道理只是浪费时间 浪费口舌 层次不同,口舌白费 有的人站在山巅 看到远处山河壮美 景色辽阔 有的人站在屋顶 只能看到楼下的垃圾满地狼藉 层次不同的人 看到的风景不同 两人的沟通都注定是一场无用功 庄子里有个将是城起的人青木 老子学说 于是不远千里来拜访老子 到了地方 看到老子其貌不扬 住得也乱七八糟 心中非常失望 是成绩说 别人说你是圣人 我看是老鼠 还差不多 老子看了他一眼 低头继续读自己的书 完全不理他 是城起 只好走了 第二天 是城起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来找老子道歉 谁知道 老子对他说 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 你骂我是猪狗老鼠 又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我 你说什么是你说什么 并不能影响我 也不能改变我 圣人知道 为而不争 那些内心风盈的人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们不会因为外人的议论 就要和别人讲道理 保持沉默 做好自己的事情 一个人才能真正有所成就 利益不同 道理白讲 司马迁说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逐利是人的本性 也是社会法则 讲再多道理 说再多情怀 如果无利可图 也没有人愿意追随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利益 不同的利益 有不同的观点立场 所以很多时候 看似争的是道理 背后争的 其实是利益 东汉末年 三国鼎立 魏蜀无纷争不止 曹操是大蜀国 和吴国联合一起 在赤壁抵抗曹操 那时候 吴蜀对曹操的称呼 是汉贼 赤壁之战胜利之后 曹操元气大伤 蜀国反而成为 吴国的心腹大患 因为荆州要地 吴国 蜀国屡次相争 为了夺回荆州 孙权主动和魏国合作 称曹操为汉丞相 有了魏国这个盟友 才有了官云长大 一师荆州 败走迈城 按理说 蜀国和吴国是盟友 偷袭盟友没有道理 但是蜀国的荆州 一直借着不海耍无赖 同样没道理 很多时候 道理说破天也没用 利益不同 观念不同 如果说不同 不妨换个角度去想 处境不同 道理不同 人和人的处境不同 道理的适用范围也就不一样 不是所有道理都能放置 四海接转 面对的情况不一样 本身的处境不一样 道理也就不一样 一只小猪 一只绵羊和一头乳牛 被关在同一个栅栏里 有一次 牧人捉住小猪 他大声嚎叫 猛烈地抗拒 绵羊和乳牛讨厌他的嚎叫 便说他常常捉我们 我们并不大呼小叫 小猪听了回答道 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 他捉你们 只是要你们的毛和乳汁 但是捉住我 却是要我的命了 人和人之间 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不要拿着自己的道理 去衡量别人 评判别人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过往 不明白别人的遭遇 学会闭嘴 保持沉默 是一种修行 也是一种修养 人生本过客 何必千千节 舍得才能获得 放下才能前行 往事别回头 往后别将就 上半年风云已过 下半年好好把握人生 经不起等待 不要以为真的有来 日方长 慢慢地会人走茶凉 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到许多 不顺心的事情 也许是别人的所作所为 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又或者是在 人际交往中受了委屈 很多时候 选择不动声色 不是因为觉得无所谓 而是因为 我们懂得了成年人的妥协 一半是理解 一半是算了 如果凡事都要计较对错 到头来 只会累了别人 也苦了自己 不与烂事纠缠 是对别人的理解 也是对自己的成全 理解别人是一种善良 在知乎上 看过一个问题 如何理解自己讨厌的人 网友李娜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朋友小红 对自己的部门经理很不满 常常和他抱怨 有一次 他们部门要加班修改一个方案 经理居然独自和朋友出去吃晚餐 完全把下属晾在一边不说 吃完饭还带回来 占满酒味的烤鸭 说是给他们当夜宵 好朋友感到很生气 他认为 请别人吃剩菜 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而且 几个女孩子 怎么会对油乎乎的烤鸭感兴趣 更可气的是 经理第二天在电梯里碰见小红 还问他烤鸭好不好吃 后来才知道 经理刚刚从天远的油田基层调上来 在野外勘察队时 都是带领着一帮粗织大业的大姥爷们 一起干活 他平时大大咧咧惯了 没有那么多讲究 带烤鸭回来给他们 只是担心他们加班熬夜肚子饿 知道这件事以后 朋友的怒气也就消了 反而对经理多了一份理解 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曾经觉得看不惯的人合适 随着年龄和认知的增长 反而学会了与之和平共处 有人说 这是因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逐渐变得圆滑世故 所以对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 可我却认为 成年人的平和是因为历经 逝世之后 多了一丝同理心 我们开始懂得了 凡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也逐渐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 人人都有自己的无奈和局限 与其暗暗较劲 不如多一份理解 少一点挑剔 对自己说 算了是一种智慧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 《怪你过分美丽》中 墨向晚是一名叱咤风云的金牌经纪人 手握两大顶流艺人林湘和徐林 后来 因为公司无法满足徐林的发展要求 徐林跳槽去了另外一家经纪公司 在林湘的生日会上 墨向晚被林湘的粉丝逼迫 当众赐去了经纪总监的职务 在那之后 公司安排给墨向晚带的艺人全都是十八线的小演员 为了给艺人找资源 墨向晚到处碰壁 还被无数次地拒绝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墨向晚帮十八线艺人送钱找戏 没想到制片人是曾经和他有 我恩怨的张萌和李飞两人一唱一和 故意难为墨向晚 不仅迟迟不安排送签侍戏 还说没收到墨向晚邮寄的侍戏影像资料 墨向晚临走的时候 对张萌说了一段话 不是所有的下一次都会如期而至的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起起伏伏 一天一个样 谁又会知道下一次会变成什么样 面对张萌三番四次从中作梗 墨向晚心里肯定是有怒气的 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当众和他撕破脸 是因为在巨大的名利场中摸爬滚打多年 早已经深安人性的多面 当你处于人生的高光时刻 身边的人自然会对你和颜悦色 可是当你跌落低谷的时候 也总有一些人会选择落井下石 这个时候对自己说一声算了 不是软弱和认怂 而是为了吞下委屈 为大格局 陈丹青说过一句话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 因为我认为 没必要有问题就去解决 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 不与烂人烂事纠缠 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 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更值得的事情上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人生在世都避不开一道关卡 那就是长大成人 在成为独立的个体时 你是选择逆流向上 还是碌碌无为 全看你自己走出的道理 所以说 办事前做人 一个人哪怕在聪慧 在醒目 能力在无人匹敌 若犯了一下错误 不懂做人 那么他再好的前途 再大的奇迹 也会大受影响 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才能让自己扶摇而上吗 老字中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一滴水可方可圆 则润万物 一个人能方能圆 方圆相继 便可活得豁达圆满 方圆之说 圆于我 我古代的前臂 外部是圆形 内部是方孔 看似朴实无华 但蕴含着人生哲理 做人也应当像这铜钱一般 能圆能方 虽未能意义生辉 但也有存在的意义 做事要方 方不是执拗 方是一种坚毅 一种正直 更是一种做人的根本 亦是做人的气节和原则 就像脚下的刹车 红灯时适可而止 绿灯时一路前行 别由于彷徨 曾有个拦路抢劫的少年 潜逃到外地 隐姓埋名四年 然而他还是被抓获 不是因为躲避不及 而是一起见义勇为的壮举 让他暴露了 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他跳下冰冷的湖里 接连就起了两个落水的儿童 他的一举也暴露了自己 自然就被捕 记者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想没想过那样做会暴露自己 还是想这是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他摇摇 偷说当时什么也没想 只想到赶快去救人 虽曾拦路抢劫 但心中有温度 做事自有底线 人在世间 又有谁能尽善尽美 心中有耻 行事有度 一辈子问心无愧 如此便好 做人要缘 缘不是缘滑 缘是一种周全 一种宽厚 一种通融 更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 苏氏在六十三岁穷困潦倒之时 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寄寄东坡一并翁 白须消散满双风 小儿勿喜朱颜再一笑 那只是酒红 先说自己衰老 又借小孩子之口 自嘲酒后的腮红 被勿认为脸色红润 用调侃来排解 顽景凄凉的事业 有智慧的人 历经生活艰辛 依然内心向晚 正如苏氏深谙 陈州策判迁翻过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道理 生活虽然曲折不畅 但仍心胸坦荡 情趣丰盛 宝经事故 仍能保持方圆 做到知事而不事故 明世俗而不受世俗浸染 丽元华而弥天真 这才是对困苦岁月最好的回答 内方外缘 才是人生至高境界 在《资质通鉴》中 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为王贡献了一座城池 大宴群臣 宴席之上 为王问文武百官 你们说我是明君呢 还是昏君呢 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屈炎富士之人 纷纷说 大王当然是一代明君了 正当魏王飘飘然时 问道 任座正直的任座 却说大王是昏君 魏王如被泼了一盆冷水 问为什么这样说 任座回答说 大王 您获得了胜利 攻下了城池 没有按功劳分给您的弟弟 而是分给了您的儿子 可见您是昏厥 魏王大怒 马上下令将人座赶出去 听后发落 接着问 下一位 臣子 这位大臣说 大王是明君 魏王心中暗喜 忙问为什么这样说 这位大臣说 古人经常说 明君的手下 多是些职臣 现在大王手下 有像人座这样的职臣 可见大王是明君 魏王听后 立刻把人座重新请进来赴宴 只言不方的人没有原则 没有操守 没有底线 属于事故小人 只方不原的人说话不看场合 让对方下不来台 又很容易得罪人 唯有像那位大臣内方外援 既不让人难堪 又给予别人如暮春风的温暖 实施内方外援的至高境界 俗话说 向由心生 静随心转 生活的好坏 内心的善恶 都是经历岁月的沉淀得到的 最终由你的外貌发展呈现出来 一个人的面相如何 最终都会经过他的行为举止 内心的善恶变化而得到 一个人一生到底如何度过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都看个人的造化 而非只是命运的托词 先讲一个记忆中的故事 一个美貌的女子 被厄运所俘获 连续不断地受苦 流产 被弃 仓促嫁人 贫穷困窘 生子 家暴 离婚 孩子抚养权被夺 一个人伶仃度日 旁人一旦聊起她的故事 都嘖嘖感叹 如见落魄的公主 受难的王妃 心生哀怜 口气悲悯 哀 真可怜 但并不觉得 这辈子她就这样了 毕竟这么好看 日子总会有盼头 命运拿舍得对一个美人 真正痛下杀手 后来的后来 有人说到 女人目前的样子 发了胖 流了俗 肮脏粗鄙 臃肿邋遢 从你眼前经过 只会觉得是普通的村妇老狱 当年如花妖女 只剩枯叶还香 当年盛世滋容已成乱手 够免 残颜木解 众人这才大惊 啊 那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 离婚 失恋 狮子竟都不如失去美丽可怕 因为一个人若还有追求 美的心与意志 生活就不适 紫胡同也不会成为穷途与陌路 山穷水尽 终会别有洞天 就比如我们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时 他美丽着 抗争着时 我一点都不慌张 他那么年轻 有的是机会 有的是奇迹 但当他成为垃圾人 我就知道 这一生完了 忽然想到一个旧友 年轻时风飞邋遢 是著名的仇人 在那个狭小的圈子里 他承受过无数恶意 于人节里 他收到情书 署名是班上的男人 他惊喜不已 但这种羞义与魂不守舍 被全班人看在眼里 当成华天下之大鸡的笑话 集体活动时 没人愿意和他组队 生日时 没有人来祝福 编排座位时 成为他同桌的人 总会大骂老实 不过男生彼此攻击时 甚至会拿他当子弹 而且是拿他的情感 林某某喜欢你听到的人 如萌大尺 立即就扑上去赶架 后来不知怎地 竟在几年间 硬生生地改变了自己的容颜 菲妮的身体 变得瘦削轻盈 拉他的服装 变得简洁大方 多年以后 旧友们在聚会上见到他 多愣了好一会儿 方才认出来已经是女神了 甚至比之前的斑花 更加有气质 温婉又凛冽 亲切又疏远 通透明亮 又不可泄完 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说 大概就是读书 减肥 美容 赚钱 追求理想 嫁了相爱的人 拥有愉悦的生活 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一因内外的提升 二因境遇的改变 阅读令他气质如蓝 努力令他从容如水 富裕令他高贵如竹 幸福 不令他柔美如花 那么怎能不美呢 一个经济学家聊到 人的容貌说到了三世家以后 人的长相就能看出他的经历 生活和内心 这不是相学 也不是巫术 而是令人不忍戳破的真相 你若仍有斗志 便不会伪顿如泥 你若心怀希望 便不会不讲究不自律 不积极自救 修为与内在 会如三餐粥饭 空气 雨水 润雾 细无声地影响着你的身体 也影响着你的造化 清代学者言源 有一个著名的修身三管论 寡然以清身 寡言以清口 寡欲以清心 古人认为 人生在世 应当进化自我 做到寡身 寡言 寡心 从而使身心达到完美的境界 身以为然 人至终年 取高贺寡 唯有淡若清风 方能自在安宁 活得超然洒脱 寡而不孤 是一种自由 几年前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 曾向我倾诉 他总是感到烦恼 焦虑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 不知道该去哪儿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于是只好呼 朋友热闹一番 也算是一群孤独患者的狂欢了 可是久而久之 他却发现 即使身在人群中 这种孤独感 依然像毒液般侵入内心 无法退却 朋友的经历 让我想起了书籍独处的充实中的一个理论 如何判断一个人 究竟有没有自我呢 就看他能不能独处 当他一个人待着时 是感到百无聊赖 难以忍受呢 还是感到一种宁静 充实和满足 周国平在安静的位置中写道 比起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的人 有时更喜欢和不爱说话的人 待在一起 那种 不用听废话 更不用逼自己讲废话的感觉 让人心情舒畅 人生起伏跌宕 跌尽千番 才终于明白 沉默是人生最好的武器 也是最好的解药 之前在一本书中看到作家贾平蛙 生平不喜多言 最初是因为他不大会讲普通话 所以他更喜欢安静地听人讲话 后来 有一次他同一位朋友去北京 朋友虽会讲普通话 但却有些口吃 那天正巧有一个同样口吃的路人 上前问路 朋友一言不发 直到路人走后 朋友才解释道 人家也是口吃 我要回答了 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 这次经历给了贾平蛙极大启发 至此他才明白 原来真正的会说话 不是善于言谈 而是事实沉默 就像作家王小波所说的 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 人性从沉默中却能 假如还想学得更多 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人生过半 经历过世事的纷繁复杂 才愈发懂得了沉默的乐趣 而我们也终将学会 让浮躁的心沉淀下来 以柔软舒适的姿态面对一切 清心寡欲是一种丰富 曾经听阿尔吉尔地区的人说 他们当地有一种猴子 非常喜欢偷吃农民的大米 后来农民根据他的特性 发明了一种捕捉方法 他们把一个葫芦形的瓶子 系在大树上 并在里面装满了猴子 最爱吃的大米 这种瓶子的设计 刚好可以让猴子 把爪子伸进去 但若想抓大米出来 则完全不可能 除非他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而这种猴子却十分贪婪 往往到第二天早晨 他都会死守在瓶子周围 这让我想起了导演 北野武的一句名言 人这种东西啊 不管外表修饰得多嘛 先亮丽 包掉一层蹄后 就只剩下了一堆欲望 其实每个人的前半生 都像那只 无法挣脱欲望的猴子 人至中年 品尝过世间百态后 才终于理解 生活真正的丰富 是朴素与节制 一直以来 李健都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任凭外界如何浮躁喧嚣 他都始终过着低调宁静的生活 很多人不知道 李健曾经是水木年华的一员 但在水木年华最火的时期 李健却淡然退出 他说 所有的音乐都是动词打字 很造很喧嚣 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安静的音乐 于是 他远离名利场 在一片麦田的郊区里 写下了风吹麦朗一单时 一条影在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半生已过 宁静至远 我们终将学会清除内心的杂念 感受着人间的智慧清欢 杨将先生曾经说过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到了一定年纪后 就会明白 寡深才有欢愉 寡言才是智慧 寡心才懂拥有 余生不易 愿你我都能学会向内探索 并除繁杂 与心灵深处的自己对话 有两个曾影响我很深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是余敏洪在母校北大演讲时说的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余敏洪 成绩平平 但特别勤快 宿舍从来没有排过卫生值日表 但他每天自发打扫卫生 还主动帮同学打水 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了四年 从没想过是不是吃了亏 十年后 1995年底 新东方已经到了一定规模 余敏洪希望找人一起合作 他飞到美国 加拿大 拜访昔日同学 想游说他们回国帮忙 还准备好了一些有诱惑力的说辞 没想到余敏洪刚一开口 同学们二话没说都答应了 他们坦言 我们回来是冲着你过去 为我们打得四年水的 你这样的人 有你饭吃 肯定不会给我们祝贺 这些同学给余敏洪带来了资金 人力 经验等许多帮助 于是才有了新东方今天的样子 第二个故事是罗继思维 CEO拓布华分享的得到 有位专栏作者名叫相帅 在签约得到不久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拓布华听闻 担心相帅的身体状况会承受不住繁重的工作量 严肃地告诉他先停下 你可以宣布停更 等身体调整好再继续 用户是可以理解的 但相帅不愿放用户的鸽子 他想出个办法 躺在床上口述 由他的博士生记录为文字 整理之后再去录音 保证课程的更新 等到马上要升了 相帅又拜托自己的丈夫 著名经济学家徐远 代替他上线授课一个月 其实这一个月 该更新的课程一期也没有落下 但相帅一等恢复完 就把自己缺席的内容重新补上 给用户一个交代 之所以说这两个故事 是因为最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一个人最棒的品质是什么 高赞回答是 遇到事情靠得住 责任面前有担当 信用永远是第一 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 让人放心 听起来简单 却是至高的修行 就像实例说的 说起来简单 落下去复杂 听起来像感觉 做起来是原则 这世上让你有乍见之欢的人 不在少数 他们有聪明能干的天赋 有口灿莲花的能力 但能让你久处不厌的 一定是让你放心的人 这才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 作家李光彩 曾在书中写过 世上不乏才华超卓 智能出众之人 起初被大家一致看好 后来的结局却不太美妙 有些人的遭遇还很悲惨 究其原因 他们往往怨怪时运不济 小人作祟 但究其实质 无非是办事让人不放心 这个世界是存在能量守恒的 做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少了一些小便宜和小聪明 却是一种最了不起的才华 让人放心会形成卓越的人格魅力 使你尽得人心 俗话说得好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 在当下 和你有说有笑的人 也许转过身 就和别人诋毁你 嘴里说着爱你的人 下一秒就可能弃你而去 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要忙于自己的生活 真正停下来 关心你的人 其实并不多 你是自己生活的主角 但也是别人眼里的配角 少了你 太阳照常升起 其他人的生活还是会继续 所以 别太高估自己的位置 对别人期待太高 只会让自己失落更久 世道在变 环境在变 人心在变 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一代谋圣诸葛亮 在知人一文中 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罪之已久 而观其性 二曰罪之已立 而观其连 三曰西之已是 而观其性 他从一个人的性 连性三个方面全面考察 寥寥数语 却勾矩紧抓食人之核心要义 遂之已久 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戴着面具而活 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戴得越多 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 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 从生理上 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 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 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 性情与平常相比 发生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温耳 二雅醉酒之后 惊斥会发酒疯 行为狂乱 说明这个人平时戴的面具极深 此人甚骄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 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 值得交往的人 灵之以利而观其连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见利而妄议 以为做人做事的底线 原则 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一字当先 正如孟子有云 不亦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只需要灵之以利 即可小其答案 那么此人的连结与否 便也就清楚了 其之以事而观其性 要考察一个人的信用程度 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 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 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 是否能说到做到 如果说到也做到了 此人可视为信族之人 第二 他嘴上答应 但在行动过程中 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 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 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 坦承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 甚至还能给你提出 他的补救之法等 也可视为信族之人 相反 要是事情没办成 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 为自己开脱 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 环境在变 人心在变 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 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 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 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 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 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庄子说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理 人生在世 遇见的人形形色色 结交的有各种各样 经历了人情世故 见惯了虚情假意 更懂得了真情可贵 知己难寻 人只要活着 自然不可避免地 与许多人产生交集 有的欣喜相逢 如多年好友一样 交情言欢 有的几番蒙面之下 心生抵触 只求静而远之 在你的生命里 可曾有这样一个人 相知相交 彼此懂得 纵使天涯相隔 依然思念不减 就算许久未见 情意从未改变 每次相聚 都可痛饮畅谈 细数过往 知己作伴 就像苏氏和黄亭间 滚滚红尘 惺惺相惜 从此心灵有计 灵魂有医 任世事无常 也不再慌乱迷茫 仗义直言 嗯 患难与共 1079年 乌台事案爆发 苏氏被贬黄州 与他往来密切者 接受牵连 当时情况尚未明朗 挺苏的有到苏的也不少 有人还有急于撇清关系 有人往来打点 祈求平安 此时的黄亭间 不过是个人为言轻的小官 与苏氏平时只是比友 甚至没见过面 此事本来可以与他无关 但他不惜陪上前程 逆流而上 仗义直言 不仅上书高喊 苏子瞻是最了不起的文人 苏子瞻是忠君爱国的 苏子瞻无罪 还在苏氏生活困窘 精神寂寞的时候 不必实先给他写信 对师诉说思念 在当时 此举无异于平地惊雷 冒天下之大不韦 幸好宋朝有不杀文人的传统 幸好苏氏有众多的粉丝为 其奔走 幸好以王安时代表的部分新党 还保持着是大夫的操守 最后以苏氏被贬黄州结束此案 传唱千古的氏毕妇 便在那里诞生 黄亭坚本人 只是得到了罚金处分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 不仅是春风得意时的把酒言欢 更是贫困潦倒中的仗义直言 当知道你遭遇困苦时 感同身受 记挂在心 力所能及 永远站在你的身边 愿意尽最大可能 帮助你脱离艰难 志同道合 惺惺相惜 时光回到数年前 那时的苏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 凭借潇洒替倘的个人魅力 圈粉无数 深宫中的太后 世林中的学子 乡野中的百姓 青楼中的歌姬 个个为他倾倒 而黄庭坚 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虽然他也是学父武车 读诗书 七岁写出多少长安名利 可机关用尽不如君 十八岁全省相识第一 二十二岁考上进士 但如此经验的履历 在那个时代 实在有太多 范仲淹 欧阳修 王安石 司马光 刘勇 礼学宗师程浩 成一兄弟 为天地利心 为圣明利命地张在 众星闪耀下 黄庭坚只是默默闪烁自己的光 一次偶然的机会 苏氏出差 遇到了黄庭坚的岳父孙爵 孙爵就顺便拿出女婿的作品 希望大明是给提下一件 苏氏一见 大为欣赏 这世上真的好久都没有出现过这样好的作品了 苏氏常见其诗文 以为超义绝尘 独立万物之表 是久无此作 由是声名始朕 纵使苏氏可不是嘴上奉承 而是真心觉得黄庭坚有才华 后来他又 多次在宴席上诵读奇诗作 第一次给少为人知的黄庭坚回信 收到你的信很开心 你太过谦恭 似对我很畏惧 这又何必呢 我很想跟你交朋友 最近家人生病 回信晚了 你别介意啊 这份赏识点亮了黄庭坚的前路 这封回信温暖了黄庭坚的一生 茫茫人海 信誉知己 一句认同 一份尊重 一个包容 一池温暖 是志同道合 更是惺惺相惜 两个孤傲的灵魂 彼此找到归宿 知己无所谓身份地位的差异 更不拘泥于世俗形式的牵绊 没有刻意不问利弊 心知所向 欢喜自然 古语常言 君子之交淡如水 并非指感情淡得像水一样 而是不含任何功利之心 是纯粹的感情长久而亲切 真正的知己 不依附 不盲从 不讨好 各自发光 彼此照亮 在擅长的天地大展拳脚 当彼此相对 便退去光环 一起饮一壶茶 醉凉斩酒 交流心得 岁月静好 人生在世 事情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艰难险足 总会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发生 这样的情况下 最需要的就是 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李嘉诚说 做事要找靠谱的人 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 靠谱的人 就是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应 同事靠谱 也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重要表现 他决定着你未来朋友的多少 也间接影响着你未来能够走多远 知乎上曾有一个热门问题 什么是一个人最顶级的人格魅力 有个高赞回答是 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应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 靠谱 作家天虎小舟 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和焦总是好朋友 有一天 他给焦总打电话 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在你那预定了一套房子 能不能优惠 焦总说 废话 还用问 赶紧过来 于是他带着朋友张宇 去了寿楼部 焦总问 优惠多少 我说最大幅度吧 这是我的铁哥们 万人的是咱不管 焦总大笔一挥 每瓶从5260 直接降到了4999 张宇看着签条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 总价降了三万多 张宇预想的 是能优惠一万 就很不错了 办完手续 已经快中午了 张宇说 请叫总师的饭吧 我说不用 不需要 张宇说 人家给咱们优惠了这么多 感谢一下总师 应该的吧 我说真不用你不懂 现在谁还是上吃饭 你走吧 有事联系七月 焦总给我电话 他说 小姨子该上高中了 看能否帮忙 找个好点的学校 这些年 因为工作关系 我和学校方面往来也不少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没过多久 就给孩子安排了 未来要上的中学 萧总说 怎么感谢你呢 连面都没见 你就把事情给办妥当了 我说 咱们之间何必客气 焦总说 就是就是 那就不谢了呀 朋友常见靠谱难得 你的靠谱终有回报 跟靠谱的人在一起 往往不需要太多的场面 客套靠谱的人 让人格外安心 也最值得深交 作家池莉说过 靠谱说起来简单 落下去复杂 听起来像感觉 做起来是原则 丈母娘考核女婿老板审核 员工自己脱熟人办事 一般都要在心里问一句 这个人靠不靠谱 靠谱这个词几乎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信任感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作靠谱吗 真正靠谱的人 他是稳重 给人安全感 如果要问什么 是一个人最大的安全感 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钱 但钱再多 身边若一个靠谱的人也没有 又拿什么去填补内心的空缺 靠谱的人就像下雨的伞 天黑的灯 无论你看与不看 他都在那里 让你需要踏实 他一定在那里 纵使人生路上 有再大的风雨跟着有担当 靠谱的人都不会惧怕 当困难来临时 他们总能够游刃有余 也更能让人感到安心 真正靠谱的人 诺不清许 许必见之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美西战争中 美国总统有一封书信 急需送到古巴盟军将领加西亚手中 可是加西亚正在丛林作战 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一位叫罗文的美国陆军中尉挺身而出 不推诿 不讲任何条件 承担送行任务 他身临危地 历尽艰险 克服各种困难 徒步三周后 最终把心交给了加西亚 靠谱的人不会轻易许诺 但一旦应成 他们就一定会做到 也许聪明的人走得快 但是靠谱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真正能过好这一生的人 靠的不是一点小聪明 而是那份实实在在的靠谱 在这个世上 没有不快乐的事 只有不快乐的心 心态平和 眼里能看到美好 心里能感受幸福 庄子说 独于天地 精神相往来 人只有在独处之时 方能抛开迷雾 看清生命的真相 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越孤独的人越清醒 网上有个问题 孤独到极致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下面有一个很扎心的评论 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他会有些烦躁 而当一个人生活在孤独里时 他只会觉得这很平常 从我们感受到自身的孤独 到在孤独的边缘徘徊 最后再到和孤独和谐相处 这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种成长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路上 孤独的旅客 一城山水一个人 一段故事一个董 当我们独自数遍人生路上的公路牌 才能在孤独中寻到不一样的风景 发小轻轻讲过一段自己的经历 大学毕业时 同学们大部分都去了一线城市工作 他也跟风去了北京工作 可北京实在太大了 大到他一起去的几个同学 即使同在一个城市 也很难见上一面 他在北京五年搬了五次家 从最初的五环之外 搬到了后来的三环之内 从最初的地下室 搬到了小区里的隔断房 每一次搬家 他都是一个人 为了省钱 他从来不敢叫搬家公司 都是一个人扛着大包小包 灰头土脸地钻进地铁里 往来几次才能搬完 他说 第一次搬家的时 之后 由于新租的那个地方不太熟悉 出了地铁口 他就彻底迷路了 最让他崩溃的是 手机导航一直显示 目的地就在附近 可他就是找不到 他把东西南北走了个遍 也没能找到自己 新租的房子在哪 万般无奈之下 他不顾形象地坐在路边哭了起来 最后还是给房东打了电话 房东骂骂咧咧地 把他带到了新租的楼下 在北京的这几年里 他尝遍了所有的孤独 一个人搬家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坐地铁 一个人过生日 一个人去医院打点滴 他调侃自己 是大海里孤独的鱼 游来游去 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 总是越长大越孤独 小时候摔倒了有人福 委屈了有人哄 流泪了有人擦 长大后 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 连自身都难保 哪有人会时时刻刻陪在你的身边 关心你的冷暖 体谅你的不快 为你遮风挡雨 所有的委屈请自己可见 所有的孤独靠自己消解 特别喜欢一段话 你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 才能真正照见自己的内心 和孤独更好地相依为命 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孤独地来 孤独地走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终究只会是一个人 凭着孤独往前走 看过这样一段话 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 孤独之前是迷茫 孤独过后便是成长 人在经历孤独的时候 或许眼前一片迷茫 但真正熬过去了 才会发现 孤独给予我们 无论什么体验 其实都在教会我们成长 很赞同一段话 唯有孤独的人才强大 等你熬过了所有的苦 就会遇见所有的甜 孤独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或许它让你恼过 怒过 抗拒过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在孤独中 才能更加专注地做自己 你有更多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把自己打磨成喜欢的模样 这是任何形式的热闹 都无法带给我们的财富 一个人的成长 往往都是从孤独中来 猛兽总独行 牛羊才成群 喜欢独来独往的人 或许你感觉他不合群 但其实他活得很真实 很真我 很清静 很舒坦 独来独往的人 能够克制自己 对于无效社交的欲望 从而把时间 花费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生活中 不少人过分追求圈子 热衷开拓人脉 可到头来 除了参加一场场 无用的社交 浪费了时间外 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收获 正如周国平所说 热衷于社交的人 往往自诩朋友众多 其实社交场上的主宰 绝对不是有意 而是时尚 利益 或无聊 看过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为了得到美丽的蝴蝶 便买了一双跑鞋 一个网 他穿上运动鞋 追逐奔跑了很久 终于抓到几只蝴蝶 可是蝴蝶 在网子里恐惧挣扎 丝毫没有美丽可言 另一个人也很喜欢蝴蝶 于是他买来几盆鲜花 放在窗台 然后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品着香鸣 望着蝴蝶翩翩而来 聪明的人明白 人不应该为了和群而和群 不适合自己的圈子 没有必要应去挤人 喜欢独来独往 不是劫而不逊 狂妄自大 而是一种姿态 独来独往 并不代表孤独 而是不想让别人 打扰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人 在喧嚣的生活中 他们听取内心的声音 始终保持一份清醒 独来独往的人 人有自己的生活态度 和追求目标 过得比谁都充实 活得比谁都通透 独来独往是人生的高境界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曾去过一个很穷 很偏僻的小山沟走亲戚 进村的时候 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 背着柴刀准备上山 因为是在大山里 很少遇到人 司机停下车喊道 你一个上山砍柴 不害怕吗 人回头接着说 怕什么 连要犯发 日子都熬过来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亲戚说 这个人的丈夫几年前意外过世 留下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守寡多年 他辛辛苦苦熬到两个孩子去了市里读书 他和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 不是有事没事就说长道短 而是比男人还勤快 我突然明白 一个吃过大 苦的人领悟了生活的真谛之后 就不会再喜欢热闹 而是能扛住生活的苦 继续往前走 独来独往是自立自强的表现 这样的人内心风盈且强大 守得住寂寞 耐得住繁华 独来独往的人 并非是孤独不合群 而是他们早已看透 没必要强求自己去取悦谁 迎合谁 而是跟谁在一起舒服 就交往谁 独来独往是一种性格 也是一种享受 毕竟世界很乱 我们需要独作抑郁 纵观周围那些独来独往的人 不难发现 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 他们从不聚集 也从不过分讨好别人 而是凡事拿捏有度 有自己的生活情趣 懂得如何迎来送往 也许在别人眼里是高冷过清静 但自己却活得很舒坦 前段时间 同事说有一个朋友 给他发了一个链接 一次能赚几块钱 让他帮忙转发 同事虽然不愿意 但碍于面子 还是转发到了朋友圈 没想到还真有人询问 他把询问的人推给了朋友 没想到两人吵了起来 结果却是同时两面不是人 其实 对于这种好意思 让人白帮忙 过后还要怪罪的人 干脆拒绝 才是最好的应对方式 如果一时心软 不懂拒绝 真的是一场灾难 人长得漂亮 不如活得漂亮 独往独来的人深谙这一点 他们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懂得做自己就好 和不合群没关系 因为生而为人 就应该去繁从俭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简单 简单再简单 到底什么是生性良博吗 其实说到底 生性良博不是疏远 也不是冷漠 更不是傲慢 而是外冷内热 懂得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给别人添麻烦 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但总有一些人 三番五次喜欢麻烦别人 还不自知 前两天 微博热榜上出现一个话题 被室友说冷血 其因是博主的室友 冷不丁地说他认识的 一个邻居去世了 博主不知道说啥 就淡淡地回了一句 啊 好突然啊 没想到却被室友吐槽 怎么这么冷血 一点反应都没有 博主愣住了 禁不住发问 自己没有过多的宽慰 真的很冷血吗 下面有网友回复说 别人的邻居若真表现出伤感 才假吧 既然不能感同身受 说句节哀 还不如不说 说实话 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陷入了沉思 这时间本就是个人下雪 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 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荷兰 得经历去叨扰别人的人生吗 有些事情看破不说破 说了反倒显得做做 要我说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做个凉薄之人挺好 最舒服的社交状态 有事就联系 没事个忙个的 张佳佳在云边有个小卖部里写道 人和人之间舒服的关系 是可以一直不说话 也可以随时说话 以前我总觉得 好的关系需要招募相见 并要有两肋插刀的侠肝一胆 后来生活愈发忙碌 才发现每个人都有一地鸡毛 等着去处理 或许在各自的生活里过关斩将后 两个人再次见面 就好像昨天才刚刚一起喝过下午茶一般 也是一份难得的情谊 前段时间 大学室友到我工作的城市出差 因为不在一个区 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看我 收到他微信的一刹那 我有点意外又觉得惊喜 要知道 我们 上学时关系最甜 但自打毕业后 没什么事几乎不联系 我们一起吃了顿饭 回忆了很多上学的往事 聊了这两年各自的变化 我感慨 毕业后分隔两地 两人见面联系的机会太少了 他却笑道 其实这样的状态挺好 有什么事就打电话 没事个忙个的 我们还是好兄弟 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 成年人最深的友谊 从来不是相互捆绑 形影不离 而是不常提起 也不会忘记 还记得高晓松和朴树的那段经历吗 高晓松陷入人生难关时 生活捉襟见肘 于是他想到了找朴树借钱 一向不爱说话 也很少主动联系的朴树 只回了高晓松两个字账号 没过多久 高晓松就收到了一笔十五万元的转账 正是这笔钱 帮助他度过了那段窘迫的日子 我想所谓知己 大概即是如此吧 有事就联系 没事都忙个的 谁也不会给谁压力 谁也不会抱怨谁 没有惺惺作态的寒暄 彼此却觉得很舒服 因为我们都明白 真正的朋友不在嘴边 而在心间 联系在手 情不会散 最舒服的感情 爱人七分足矣 剩下三分爱自己 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太爱一个人时 就会不自觉地变得很卑微 你在意他的情绪 会揣摩他每句话里的意思 只要和他沾边的一切 随时都能撩拨你的心 如此小心翼翼的爱一个人是没错 但如果这段感情 这个人需要你耗费巨大的精力去取悦 就已经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缘分了 真正好的感情 从来不需要刻意讨好 在相爱的同时保留做自己的天性 顺其自然就很舒服 保持适度自私 是最正确的生活方式 人活一世 也许世间能给你最佳的回馈 便是习惯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 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 它可以主宰人生 是的 当一个人养成了好习惯 无论是学习做人 做事 都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 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习惯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自我成熟的十大习惯 请逼自己养成 大多数失败的人生不是败给了现实 而是败给了自己 在弱者眼中 安于现状叫做生活 而在强者眼中 不断成长 却只是本能 对于成年人而言 选择突破 还是陷入平庸 完全取决于 自己懂得一万句道理 却始终过不好这一生 而养成一个好习惯 却足以掌握生活的主动权 如果你不知从何开始 那么我建议 从养成这十种习惯开始 永远坚持读书 三毛说 读书多了 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 自己可能以为 许多看过的书籍 都成过眼烟云 不负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 在谈吐上 在胸襟的无涯 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读书该是一辈子的事 无论是童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人生任何一个阶段 都不能放弃读书这件事 它能让我们知道 世界之辽阔 哪怕未曾行万里路 也可进享万千风景 知晓多种文化 它能带我们深挖知识的奥秘 丰富精神世界 再也不觉空虚寂寞 它能助我们成长成熟 帮我们完成学业 提升事业 优化生活 实现梦想 每天坚持读书一小时 骨子里浸润出来的书香器 会对人生有莫大注意 定期健身 健康饮食 好好珍爱身体 是每个人的责任 定期健身 少酒做酒哦 生命在于运动 身体动起来 思维也会活跃起来 健康饮食 少吃油炸烧烤 少喝奶茶饮料 少重盐重糖 多吃蔬菜水果 五股杂粮 三分练 七分吃 练和吃搭配起来 身体才会持续性地维持健康 现在各类疾病 越来越有年轻化趋势 不重视健康的人 终会比别人早一步 受到病痛的折磨 每天千遍百遍地念叨 健康问题 不如从行动上开始 健康地吃 健康地炼 善于发现生活 活中的小确幸 心理学上有一条著名法则 生活中的百分之十由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 则由你对发生的事情 做出的反应而决定 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有人看到了机遇 有人陷入了沉迷 有人一蹶不振 有人高歌猛进 其实生活 本身就有太多美好 值得追寻 多用积极的眼光看世界 你会发现生活的小确幸 遍地都是 郊游的那天 天气晴朗 偶然间吃到了好吃的甜品 工作上有了点小成就 学习中解除了一道难题 唯有零零碎碎的喜悦 才能造就幸福值 越来越高的自己 没有小确幸的人生 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 去成为一个像小太阳一样的人吧 散发温暖 积极向上 善于发现美和快乐 充满朝气地去影响身边所有人 保持淡定 从容 平稳的心态 杨将曾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杨将女士在世十年过百岁 依然鹤发童颜 慈眉善目 目光清澈 精神饱满 思路清晰 并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 在杨将女士身上 由内而外散发出无与伦比的优雅淡定之美 她的美在经过岁月的酝酿后 散发出浓郁的芬芳 这种大气 这种大气 知性 从容 沉静之美 让天下人无不仰慕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就是如杨将这般发自内心的淡定从容 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 虽然不断经历坎坎 杨将却能从容面对 总能给世界以温暖 以感动 有一次 杨将和钱中书被误解 被伤害 第二天 他们照常出门买 嗨 脸上没有苦大愁深的表情 淡定得跟什么事 也没发生一样 有一次 学校分给她的任务是 清洗厕所 没想到污垢重重的女厕所 被那双拿罐笔杆子的手 擦得焕然一新 后来 杨将被安排种菜 在翻译家叶庭芳的印象里 杨将白天利用看管菜园时间 看书或写东西 叶庭芳说 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 她总是笑嘻嘻的 不管任何时候 任何苦难 也阻挡不了 她充盈自己的灵魂 杨将能屈能伸 即使在大的风暴 也能平稳度过 内心依旧安然 心态平稳的人 往往能静地下心来沉淀自己 东京的王羲之 在书法上面颇有天分 但年轻时 总是急于求成 一直难以更上一层楼 直到她看到东汉书法家张之 常年累月练字的呢 愤从容淡定 才突然意识到 字要一笔一画的血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稳中求尽 才能水到渠成 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 王羲之戒掉了急躁 每天静心地练习书法 最终得以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更被历代书法家推崇为书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生活里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能不能处理好 心态最重要 把每一步走稳了 走妥当了 才能走到心中想去的目的地 才能得到心中想要的结果 从前有个小和尚 跟着老和尚出去游历 途中遇到发洪水 俩人到山顶去避险 小和尚惊慌不已 对老和尚说 师父 咱们快点还是走吧 这里太危险了 老和尚反问道 山下就不危险了吗 小和尚坐立不安 而老和尚却只是专心打坐念经 不 受一点影响 二天后洪水退去 老和尚问小和尚 二天前你可曾想到 今天洪水会退去 危险会解除 小和尚若有所思 很多时候遭遇突变 越慌乱 反而会束手无策 让事情变得更糟 学会保持淡定从容 以不变应万变 顺其自然 一切总会过去的 有人说 人每天的活动中 有超过百分之四十 是习惯的产物 而不是自己主动的决定 一个人每天中的很多行为 真的是习惯所致 完全就是下意识的行为 是不需要思考的 一个行为持续久了 就会变成习惯 而习惯慢慢养成了一个人的性格 这些习惯最后又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 乔布斯曾说过一句话 在你生命的最初三十年里 你养成了习惯 在你生命的最后的三十年中 你的 习惯决定了 王尔德说 起先是我们造成习惯 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习惯 决定了他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想出众 想要变得更好 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就要改变自己 养成这几个良好的习惯 养成积极的心态 每个人的人生之所以都不一样 就是因为人生的结果 与人的心态密切相关 有人说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 人生活的是心情 日子过的是心态 好的心态可以让人乐观 促人上进 反之 消极心态则会使你怨天尤人 止步不前 人生的苦与乐 并不在于你碰到什么事 而在于你以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你遇到的事 谁的生活都会遇到失败 都不会一帆风顺 只有好心态才能有好状态 而唯有好状态才能走出失败的 经营 迎来成功的喜悦 那些在生活里成功的人 不过是懂得 以好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以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挫折 以最好的姿态来面对命运的考验 其实 人与人之间并无太大的差距 真正的差距在于心态 一个人成功与否 主要取决于他的心态 拿破仑曾说 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 但是这很小的差异 却可以造成巨大的差异 很小的差异 其实就是心态的差异 积极的心态 还是消极的心态 会造成巨大的差异 最终会影响到 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有什么样的心态 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曾有人说 注意你的心态 它会成为你的语言 注意你的语言 它会成为你的行为 注意你的行为 它会成为你的习惯 注意你的习惯 它会成为你的人格 注意你的人格 它会影响你的命运 一个人的心态 会直接决定未来的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 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 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却可以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 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只有你的心态好了 一切自然而然的都会好起来 当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时 你就是优雅的 当你能控制自己的心态时 你离成功就不远了 拥有好心态的人 命会越来越好 成功会越来越紧 心态好 运气就好 俗话说 精神打起来 心态好起来 好运自然来 心态的态 拆解开来看 就是心大一点 心大了不患得患失 人生还有什么挫折 是不能面对的呢 一个心态 好的人才是魅力十足的人 容貌乃天成 浮华在身外 心里充满阳光和正能量 才是永恒的美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好心态 生活才能过得更加舒心自在 人情可不是黄金珠宝 死死的所在保险箱里 是不会产生所谓人情的 有来有往 才叫人情 其实 人和人的相处是相互的 你是与别人 别人会回敬于你 你给世界几分爱 世界会回你几分爱情 不怕不浓 怕的是单方面给予 真心是意对你好 人却不假思索 把你伤害 再浓得情也会淡 爱不怕不深 怕的是一个人付出 毫无保留去给予 人却无动于衷 把你冷淡 再深的爱也会散 一个人的薄情 并不是与生俱来 而是在岁月 月的流逝中积累而来 一方面是 不想在无用的社交上 花费精力 另一方面就是 不想在虚情假意的纠结 人生一路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可能会成为朋友 同事 亦或者是自己的亲戚 家人 都少不了一定的交集 曾经我们常听别人说 多条朋友 多条路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错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只不过是白白消耗精力 和时间罢了 同理 用在亲戚同事上 亦是如此 当你经历了人生的历练 逐渐老去之后 你就会明白 有些关系即便在亲近 也需要斩断联系 有些感情在深厚 也需要割舍 否则就会招来灾祸 一个人千万不要被 所谓的关系控制 而是要学会走自己的路 哪怕这一路很寂寞 但最起码不需要 在所谓的人情事故中 消耗自己 不得不说 人生的一知己足矣 等你老了之后 就会明白 与亲戚断交 与同事断联 寻三五知己 各自安好 才是余生最好的活法 人老了 要懂得与亲戚断交 俗话说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由此可见 有那么一种亲戚 其实并不是冲着感情和你有来往 而是觉得你有钱有事 倘若哪天你真的落魄了 你甚至连影都看不到 可以这样讲 有些你以为的亲戚 其实是很势利的 而且他们最容易见不得你好 当然了 这些都只会在背后讲 在你面前的时候 肯定是各种奉承 但是背后却很难说 往往最势利的便是亲戚 即便你有本事 也会有人不服 甚至还会到处诋毁你 要么就是各种奉承 用亲情当成筹码 换取一些利益 这 就是不争的事实 有些时候 越是亲近的亲戚 越是不如陌生人 最起码 人家不会贬低你 不会散播你的坏消息 更不会落井下石 人老了以后 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之后 看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与某些亲戚断交这件事上 一定不要心软 那些没有朋友和亲戚断交的人 并没有颓废 他们只是选择了独自前行 我的一个同事搬家的时候 没有请亲戚朋友帮忙 而是花了五百块钱 请了搬家公司的人 事后 我问他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说算一算 请亲戚朋友帮忙 就得请他们吃顿饭 还要欠一份人情钱 没有少花 情债还会困扰自己是不是 诚然 同事这笔账屡顺了 现实生活中 同事的作风 也是雷厉风行 认真计算时间和经济成本 多数的社交 都是利益交换 如果看透了这一点 那么你也会坚持靠自己 因为这样做你会少很多感情的牵绊 走得更远 人老了 要懂得与同事锻炼 说起同事 或许留给你的印象 已经很模糊了 虽然共事了很多年 但真的没什么情意可言 更多的或许是怨气 毕竟职场不是交朋友的地方 背后搞小动作的人都很多 倘若你的内心很单纯 总是把同事关系当成朋友关系 很有可能会吃大亏 因为在网上爬的过程中 人人都会把你当成敌人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喜欢在结束工作时 拉黑同事 并不是说有多么大的仇恨 而是当你经历了虚情假意的关系之后 内心就会产生抵触 与其再被回忆折磨 还不如忘得一干二净 俗话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在职场上也是这个道理 身处其中的时候 看不透一些人和事 可一旦置身其外 就会看得非常通透 当然了 有些话说出来很简单 可做起来却非常的困难 何况有些人明明很清楚 应该怎么做 可是仍旧没办法彻底置身事外 最终给自己和家人 带来了很多的苦恼 人到了退休的年纪 也意味着已经老了 若是仍旧和原单位纠缠 甚至仍旧和原同事保持联系 你的生活将永远没办法重新开始 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况且你已经退休了 没有了以往的关系和权利 继续联系 也不过是消耗彼此的精力和时间而已 何必呢 通常来讲 人老了 和原单位断联以后 你会看清楚这几件事 到时候自然就清楚 该如何选择了 地球没了 谁都会照样自转 很多人喜欢说一句 好汉不提当年勇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样说呢 因为总有些人老了以后 特别喜欢说一句 想当年 说实话 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履历上 取得一些成就 比如说在单位里获取一些荣誉 亦或者是获取荣誉中的一员 心里自然就会觉得特别自豪 可现在是一个注重团队的时代 哪怕你再厉害 也离不开团队成员的帮助 相互之间的配合 与默契才是获取荣誉的关键 每个人都不是不可取代的存在 之前的一个同事 现在已经退休了 当时觉得自己很厉害 因为办公室只要谁的电脑坏了 都找他修理 为此也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甚至公司还给他发了一个乐于奉献的证书 退休以后 他觉得以后再有谁的电脑坏了 可没人会修 便主动找领导商谈反聘的事情 期间还说起自己会修电脑 以及之前获得的证书等等 没成想领导说 到时候自然会有修电脑的人 现在咱们单位也不想增加太多的负担 你觉得自己在单位特别重要 可公司离了 谁不能继续发展呢 就像是地球没了 谁都照样会自传一样 人老了要学会寻丧 五 自己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 可人开始变得成熟之后 会发现人的一生有三五知己足矣 人到晚年 子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老伴若不在了 真就孤单一人了 这是若能有意知己 彼此之间能让疲惫的心有个可以停歇的地方 即便是各自忙碌 但心里互相牵挂 彼此温暖 这就已经足够了 没有知己的人生 与荒野无异 再广阔又如何 毫无生机 是最可怜的孤独一个人 难免会有心累的时候 尤其在风烛残年 生命渐渐枯萎之际 内心的落寞 总是在看见他人嬉戏欢笑时 不断发酵 人到晚年 有意知己 从此不孤独 晚年生活里能有一个知己 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这是上天的恩赐 是这一生最大的福报 让自己在剩下的日子里 远离孤独 也更坦然地面对生活 知己的存在 不仅仅是让生活不那么孤独 更是精神世界的养料 人生的意知己 足以 到了晚年 内心的估计有人懂 也有人能寄托情感 一起做想做的事 聊感兴趣的话题 知己的存在 让人有了更多的欢乐 有了更多的慰藉 奥古斯丁说 人与人的友谊 把多数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 由于这种可贵的联系 它是温柔甜蜜的 人活一世 能得 可一知己 是这世间最难得的缘分 在人生的道路上 擦肩而过的路人很多 走进心里的知己难求 每一段特殊的缘分 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错过了此生 再想遇见就难了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能遇见一个懂自己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多数与利益相关 真心的影子在太阳底下难以见到 明明静在咫尺 星月相隔千里 世间的冷漠 让内心产生了裂痕 诗己就是修补那一道裂痕的存在 它是人生中的贵人 是心灵深处的一抹温暖 从灵魂契合的那一刻开始 平淡岁月就伴随着惊息 人到晚年 学会珍惜 知己是一束光 是一股力量 是一根精神支柱 能让晚年的生活不再孤独 人到晚年 身旁有一知己 是幸事深厚的友谊 并不是一朝一 七就能稳固起来的 它既然存在 一定是曾经彼此用心维护的结果 既然已经拥有 就得老好珍惜 牢牢抓住这珍贵的感情 人生一世不易 就是要懂得和一些亲戚断交 与一些同事断联 寻几个丧物之极 各自安好的生活下去 往后余生 珍惜曾经帮助过你的亲戚 同事 朋友 心怀一颗感恩的心 远离那些在背后诋毁过你 伤害过你虚情假意的人 别对谁都心怀慈悲 过好自己的一生 守住身边的知己 这就够了